難道真的是因為房市的吸睛效益 影響到了車市嗎 6月份的這個領牌數 只有4.1萬輛 比起去年同期少了1.9% 那就有業內人士就提到 其實沒有抽出旺季 應有的量能 可能就是因為房市真的太旺了 所以導致車市就受到了一些擠壓 所以要怎麼辦 像是今年也祭出了一些優惠 像是有要送電視的 還有可以抽韓國機票的 大螢幕投影 轉眼方向盤 化身驚險職業級選手 還以為來到遊戲展劍 放遠看實體車其實就在隔壁了 原來車廠趕在民俗月前 催買氣 付出車業據點 挑戰單月銷售100台 更祭出萬元小孩本賽車 刺激買氣 看我這個直線過彎 我很驚險 原來現在大人買車不夠看 竟然還送PS5跟賽車 白車方向盤 讓小朋友在家也可以體驗 待會賽車手 不過現在車廠花招可不止一個 白色轎車 休旅 小考車 各種車款一字排開 最特別的卻是展間赫然出現的 這台65寸大電視 各家強優惠當然不手軟 只要買國產車 3萬元 4K電視讓你載著回家 其他還有福特寄出價值4.5萬的 車配備升級 現在則看準夏日旅遊來試車就抽雙人 韓國來回機票 有去年的話價值大概在2萬左右 這一次已經提升到3萬元的價值 開始贈送PS5 那其實在整體的一個銷售上來講 大概還有增加到20%左右的一個成長 車廠們約送越好 毛起來催買氣 因為6月總領購買排數 比去年同期少了近2% 有業內人士認為 可能受到今年房市噴發 進一步排擠到車用市場 才沒能催出應該有的量能 如果說跟去年比是相對低 可是沒有到很明顯 但是如果說跟前 大概前三年來說的話是有差的 客戶之間在聊天有時候也會提到 最近在買房或者是 對 就是會有一些投資的想法這樣 除了資金融入房市 目前市面上60萬的平價車款 也越來越少 這次排行榜中 唯獨豪華進口車逆風 單月掛牌數重破1.38萬輛 市佔飆上33.1%的新紀錄 看來在這波台灣前沿腳步下 車市也將有新戰局 東森財新聞的六指城路 真的還不到 看滿不中斷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